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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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这个素化势事件越闹越大 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我们有型主持 杨栋梁和我们讲解一下 杨栋梁 杨栋梁 其实现在素化势事件搞得这么大 其实前因后果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前因就是几年前 墨西哥的粟梅被人炒高了 为什么会炒高了呢 原因是粟梅可以提煉石油 这个很值钱 接着就是全世界的粟梅被人炒高了 但是粟梅的背后可以做很多东西 包括我们做的食用的粟粉 或者我们工业用的 叫做Corn syrup 叫做粟胶 粟胶就是提煉很多糖漿 或者是一些工业食用的添加剂 好像很重要 因为这个价钱相对高了 所以有些无粮的供应商 或者制药商 他们就用了一些工业性的食材 加进去 减少用缩膠 产生了现在我们所见到的素化剂 那其实我们一般的小市民 可以怎样去提防素化剂 有什么应对的方法呢 其实一个精明的消费者 第一来说就是 当然每一个国家的政府 当发生这个事 一提醒了 出来的时候 政府就必须加强去监察 以及做多些食品去抽烟 第二来说我们消费者 尽量减少多喝冬的饮品 冬的饮品包括来说 冬的饮品通常会加一些糖漿 糖漿我们不知名 所以我觉得建议来说 如果喝甜 情愿是有些糖包 或者是元糖的白糖 加甜味 那就清楚一点 就不会有些隐形的糖漿 我们吃了肚子都不知是什么 那现在好像又说 即食面都出事 那那些需要避免不吃呢 其实即食面 他们用的食用膠 其实是有份量控制的 因为它是定型的 那他们煮了之后 它会溶解 分解出来的 主要我们在即食面的时候 我们过一次冷河 就可以了 过一次冷河 其实大家都可以照吃海亚的 是的 因为其实很重要 因为它有食用的份量 但是超了一标当然不好 但是现在的素化剂 最主要不是在面那里 是在酱油那里 因为酱油 它要拿去稠身 它不会是打蟹的 那会用一些糖膠 来让它的酱是稠身一些的 所以现在发现很多即食面 不在面那里 是在酱料那里 所以市民来说 要注意 我们的酱料 会不会加下去呢 好 今天非常多谢盈哥 跟我们讲解这个素化 究竟我们小市民如何提防 谢谢盈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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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谢观看 谢谢观看 节目